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浩然信仰人生频道 我是王浩然王牧师 我现在要给大家朗读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创作的一集宋主诗歌 这个宋主诗歌它有九部分九章组成 基本上涵盖了圣经的主要内容 比如说神的大爱 我们要顺服神 还有救恩三位体神 多么内容 那么这个宋主诗歌 我也让不少的人看过 包括一些院长牧师 有的人是深深被打动了 那么我创作用中文创作以后 又把它翻译成了英文和日文 所以如果你看了这个 听了这个宋主诗歌以后 觉得有感动 希望你能够不仅介绍给你懂中文的朋友 而且转发给 介绍给你英文的 甚至日文的日本人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来传播福音 然后完成使命 叛逐耶稣基督 快快的再来 那么这首宋主 也有很好的医治的作用 所以也别忘了 如果你有一个朋友 心情不好 也让他转给他 让他看一看 听一听 好不好 好 那么现在呢 我就给大家朗读这个宋主诗歌 那么我们一部分一部分的开始 首先朗读这个宋主诗歌的第一部分 那么这个第一部分呢 是什么呢 是上帝与主 也可以 上帝与主 主 你就是道 主 你就是爱 你就是宇宙的本源 你就是万物的开团 主 你就是道 讲明世间的根本 主 你就是光 照亮世界的黑暗 你就是道路 指明人生的方向 你就是真理 解释宇宙的真谛 你就是智慧 开启人生的钥匙 你就是爱 连接圣父 圣子与圣灵 用让三位一体的神合一 主 你就是爱 送给人类最美好的 最好的 让我们喜悦 你就是爱 送给人类最珍贵的 让我们珍惜 你就是爱 送给人类最需要的 让我们充实 你就是爱 让我们平安幸福 你就是爱 贯彻大地以天余 让人间生机盎然 你就是爱 温暖内心 让我们喜乐无比 你就是爱 净化人间的心灵 让我们纯洁高尚 你就是爱 消除误解 驱除抱怨 化解仇恨 你就是爱 你就是爱 荣华冰心 让完食归顺 主 你就是爱 充满我们 爱我们 让我们幸福快乐地度过 一番一秒 一天 一月 一年 今生今世 直到永永远远 主 没有什么 你可以与你相比 主 没有谁 可以与你并肩 主 只有圣父和圣灵 与你同在 合为一体 主 你就是生命 你是活的 永恒的 不灭的 你就是生命 你是永恒生命的赠予者 主 你就是生命 没有你生命就没有真正应有的意义 主 你就是拯救 主 你不仅有 我不仅有原罪 而且有现实的罪 没有你的拯救 等待我的将是心灵的死亡 肉体的毁灭 没有你的拯救 我将孤独痛苦地度过一生 没有你的拯救 我将把痛苦传给他人 扩散到社会 主 你从天而降 给苦难的人类 我们盖了光明 未来和希望 主 你为我而生 给罪恶的人类 我们知名道路方向和归宿 主 你为我而死 给得救的人类 我们去 驱除原罪 肮脏和泥雾 主 你为我而活 你为我而活 给饥渴的人类 我们送来大爱 浮云以智慧 好 上面呢 就是宋主 诗歌的 第一部分 宋主 诗歌的第一部分 主 上帝与主 上帝与主 对 上帝与主 非常的感恩 你能够听完第一部分 那么第一部分呢 是讲的是上帝与主 也就是神与主 那么 那么呢 下面呢 我要读第二部分 那么呢 每一部分呢 长短是不太一样的 第一部分呢 是比较长啊 涵盖了圣经的一些核心的这个真理 那么我们下面呢 我们叫宋主诗歌嘛 那下面我都给大家读第二部分 用国语来朗诵 OK 主啊 我称颂你 主啊 你是宇宙的实创者 拥有者和主宰者 主啊 你是万物的创造者 引导者和实欲者 主啊 你是生命的给予者 塑造者和守护者 主啊 我赞美你 主啊 你是清新的空气 没有你 我们会窒息 主啊 你是甘甜的饮水 没有你 我们会干渴 主啊 你是生命的养分 没有你 我们会孤节 主啊 我们全心敬 我们全心敬拜你 主啊 你是清澈的泉源 是活水的江河 主啊 你是我们的最爱 是我们的至宝 主啊 你是你是今在习在永在的主 上面呢 就是第二部分 啊 宋啊 宋赞主 希望你喜欢 好吧 那么我们下面呢 就啊 开始朗读 这个 第三部分 哈 让我关掉我手机 哈哈哈 关掉手机的这个 静音哈 好 免得来打搅 好不好 那么我现在要给大家朗读 这个宋主诗歌的第三部分 第三章 顺从主 OK 那么我开始啊 主啊 我顺从你 你的思想身虽远大 你的智慧穿透宇宙 你的头脑 你的头脑洞察人心 你的大能 无坚不摧 你的坚强 完胜一切 我的软弱 拜你脚下 主啊 我甘愿顺从你 喜欢不喜欢 好 那刚才呢 就给大家朗读的是 这个 我创作的这个 宋主诗歌的第三部分 好了 那么呢 我们现在开始朗读 第四部分 跟从主 好 准备好了 OK 主啊 我们跟 我们跟随你 你完美无缺 你远见着实 你料事如神 你料事吉审 你心超大海 你仁爱无比 你高贵亲切 你力量无穷 跟随你必胜 跟随你无忧 我要跟随你 刚才给大家朗读的是 宋主诗歌 这个 第四部分 跟随主 希望你喜欢 好不好 每一部分不一样 这个比较短的 好 那么现在呢 给大家朗读 宋主诗歌的第五部分 这一部分比较长一点 是主的爱 好 我带下给朗读第五 宋主诗歌的第五部分 主的爱 主 您 就是爱 你的爱 是广大的 它横穿河流 黄河 长江 亚流 藏不江 它横跨国度 伊斯利 罗马 埃及 英 法 德 美 家 日 非洲 好 对 它超越文化 东方西方 它不分种族 白 黑 黄 棕 OK 它跨越年龄 婴儿 儿童 少年 成年人 年长者 它不问性别 男 女 它跨越阶级 贫富 贵贱 主啊 你爱人 你的爱令人吃惊 你教我们原谅罪犯 你教我们爱仇敌 你教我们化敌为友 主啊 我赞美你广大的爱 你的爱是浩瀚的 OK 从地极到地极 从南极到北极 从大西洋到太平洋 从星系到星系 从星系到宇宙 从小宇宙到大宇宙 从宇宙到人间 从人间到宇宙 无穷无尽 无边无际 超越想象 主啊 我赞美你浩瀚的爱 你的爱是深髓的 从电子到原子 从原子到分子 从小分子到大分子 从大分子到核酸 从核酸到蛋白质 从蛋白质到细胞 从细胞到组织 从组织到个体 从个体到生命 从生命到永恒 主啊 你的爱穿透我的体肤 主啊 你的爱深入我的骨髓 主啊 你的爱倒打我的肺腑 主啊 你的爱融入我的脑海 主啊 你的爱进入我的心灵 主啊 你的爱给我带来改变 我赞美你美丽的爱 你的爱是无私的 不求索取的 不求回报的 不计得失的 知求给欲的 主啊 我赞美你伟大的爱 你爱世人 为世人而生 你爱世人 为世人而死 你爱世人 为世人复活 刚才呢 我就给大家朗读的 宋主诗歌的第五部分 啊 主的爱 希望你喜欢 啊 对 好了 那么下面呢 我给大家朗读 宋主诗歌的第六部分 祈祷一呼求 也是第六章 祈祷一呼求 啊 准备好了啊 主 我向你伟大的天神呼救 啊 我的软弱需要你 那是你的力量 我的无知需要你 那是你的教育 我的无能需要你 那是你的大能 我的贪婪需要你 那是你的监督 啊 我的堕落需要你 那是你的惩罚 我的罪恶需要你 那是你的审判 我的挫折需要你 那是你的搀扶 我的失败需要你 那是你的安慰 当我走投无路 有 当我走投无路 有你陪伴 当我举目无亲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朋友会离开我 因为我穷 亲人会离开我 因为我是他们的负担 社会会抛弃我 抛弃我 因为我犯罪 唯独你 主 始终陪伴我 疼 疼爱我 引领我 我的成功需要你 我的成就需要你 我的荣誉需要你 因为只有你帮我 谦虚谨慎 不骄不丧 做一个卑微的人 做一个 警醒的人 上面给大家朗读的是 宋主诗歌的第六部分 祈祷于呼求 好了 希望你喜欢 那么下面给大家朗读 宋主诗歌 这个第七部分 主的一致 那这一部分呢 也可能是你最需要的 因为我们的主 他是不仅是创造万物的主 拯救这个世人的主 而且呢 他是一致的主 所以呢 我们给大家朗读 这个宋主诗歌的第七部分 第七章 主的一致 好 主 你是最伟大的医生 没有你 没有病 你不能预防 你是最伟大的医生 没有病 你不知病因 你是最伟大的医生 没有病 你不会诊断 你是最伟大的医生 没有病 你不会医治 你医治胃病 你修复心病 你医治胃病 就是没有的胃 你医治 你修复心病 你恢复创伤 你根除病因 你拯救灵魂 你是死复活 你告别死亡 你是医生的医生 你是真正的神医 你是永生之主 好 刚才呢 给大家朗读的是 宋主诗歌的第七部分 主的医治 希望你喜欢 对你帮助啊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朗读 宋主诗歌的第八部分 所以我们是宋主诗歌 我们继续呢 赞美主 OK 第八部分 宋主诗歌第八部分 第八章 赞美主的死于复活 好吧 那么开始啊 主啊 我还要赞美你的死 那是你天赋使命的完成 是拯救人类的伟大 是天赋上帝的呼唤 那是你的向往和归宿 主啊 我还要赞美你的复活 那是天赋上帝的大能 那是你永恒生命的开始 那是我 那是我们获救的盼望 好 刚才呢 给大家朗读的是 宋主诗歌 第八部分 第八章 赞美主的死与复活 好了 这个宋主诗歌啊 它一共有九章组成 现在是到了最后一部分 大家猜一猜 最后一部分赞美什么呢 OK 第九部分 第九章 赞美三一真神 主啊 我还要赞美圣父圣子 与圣和圣灵 赞美圣父赐下真神 赞美圣子 赎罪救恩 赞美圣灵感动万众 赞美真神万福指缘 天下万众都来送赞 赞美圣父圣子与圣灵 阿们 刚才呢 那么把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2012年 2013年呢 创作的宋主诗歌啊 的国一部分 就给大家赌完了 希望你喜欢 那里面呢 包括了我自己啊 被谁所感动 呃 也包含着很多很多的啊 非常重要的圣经的真理 呃 里面呢 还有啊 这个一些啊 是医学的知识 也在这里面 那么希望你喜欢 并且呢 把这个呢 给你给他啊 你把这个宋主诗歌呢 分享给你的朋友同学 是吧 到你的群里 让不仅让你自己 而且让你的家人朋友 和你的群友受益 好不好 让我们共同啊 传播福音 然后建造教会 让我们这个社会 更加美好 好不好 OK 谢谢大家 再见